風台天該不該停班停庫 一直是地坑收場頭疼的難題 這次鄉台開明來襲 假期期雖然接電放兩天的風台下 但是市長安民費探險 掛出過程天人高增 必須可能的因素有很多 既然翁柯正認為 假期期保餐像臨境官司有痠有害 但是既身外共同款的可能 讓未來市府做掛出時 可以可能市民的環境到安全 將來風台開明來襲 民眾連續放兩天的風台下 但是其實在23號1萬8點 到27星期宣布計工 正常上班上課 但是到24號的半月12點3月 有個改變決定 緊急宣布停班停庫 應去民眾客觀 應該是生活 因為我的債務照做人過 他們也不可以停班停庫 要早上全部 讓大家早上去 對正常的上班上課 跟班洪台下的國籍規定 就擁入將近兩千條網友的老闆 要來表達看法 這讓吳明慧的規定 要請自民對警察 稍微做規定的規定合心情 很抱歉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就給大家有一個大家想要了解的答案 那就是我們所說的 因為所要的考量的點太多 一來我們這裡還沒有達到停班停課的標準 再來接下來 我想整體我們也看到了整個各個面向 包括交通 包括整個真正颱風的狀況 我們還是以市民的安全為優先的考量 所以也讓大家真的 真的不捨 我們也看到 我們也知道大家的一個心意 但是我想大家也都了解 其實要做這決定的時候 我們是慎重的 是認真的 是嚴謹的 洪台要安走走 逢後 很難暗算 是不是要停班停課 一直是電風修長頭痛的問題 議員往後認為 每一次洪台落後 後不出的電話和手機就嚇不停 大部分都是民眾要來想問 停班停課的消息 以後有公佈問在在做決定的時候 可以得到可能 跟議員這些民眾有共同性化的敵性 就是站在民意代表的角度 我是非常深切的期盼說 我們既然都有參加中台灣 以及南台灣的區域治理平台 跟各縣市的溝通管道是暢通的 那未來也希望這個平台可以發揮效能 因為畢竟我們都是一個 共同區域生活圈 在考慮要不要停班停課這件事上 這一次中部的部分是比較晚才宣布 所以使我們也受到影響 那未來我們也可以多幫考量 中台灣以及南台灣其他縣市的做法 每次鳳台來十六有電風修典 因為是不是要幫鳳台家的決定 他們去民眾破關 因為無論是不是要幫到 民眾都會有自己的意見 連幫不到家 或萬有正義是怎麼要幫到 這也讓鳳台家無分震動 是因為電風修典 共同的南地 細心新聞 由丁孫王修孫 和議期蔡侯報道 為配合嘉義市鐵路高架化 跨越北新路橋段的施工 將於113年7月29日上午9點 開始實施交通維持措施 施工工期約需152天 預計將至113年12月27日止 這段期間將有12個不連續工作天 採取夜間封閉路橋方式進行 實施時段將於晚間9點 至隔日上午6點 封閉北新路橋 北新路橋夜間封閉期間 請依照指揮人員引導 配合工區交通維持設施 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 提早改道 改由文化路地下道 或嘉雄路橋通行 此外請特別留意喔 北新路橋跨越橋施工限高3.8公尺 請高度3.8公尺以上的大型車輛配合 依公區交通維持設施 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 改由文化路或博愛路橋通行 後續跨越三座 博愛路橋、垂洋大橋 以及嘉雄路橋之施工方式 也將採取相同模式 敬請市民朋友配合 造成不變之處 敬請見諒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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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